新北市淡水区塑星里未处山区 因为水源充足 当地农民近年来开始生产山芋头 而淡水区公所 户伪休闲农业区 以及圣约翰科技大学也共同合作 在塑星社区举办了山芋祭推广活动 除了DIY制作山芋料理 还有小农市集 希望推广在地农特产 新北市淡水区塑星里 不只是有大家相当熟知的茶籽油产业之外 其实近几年也在发展种植山芋头 而日前全新北市唯一的休闲农业专区 户伪休闲农业区 就在塑星社区举办了一场 山芋祭推广活动 李市长表示 塑星里因为位于山区 地形关系水源充足 农民近几年开始生产山芋头 而这些山芋头更在活动当中 透过厨师的巧手 变成美味的料理 塑星社区 大家以为都是只有茶籽 跟茶叶 那其实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丘陵地 都是梯田比较多 那因为田比较小 然后种稻子收成会比较差一点 那现在芋头算是一个健康的食品 所以这里其实种了很多的山芋 那因为有水 那种之外的芋头又特别的Q 特别的松 那它虽然体积比较小 但是它除了芋头可以吃 它的梗也很好吃 那我们这一次呢 这个月是山芋季 今天山芋季 那下个月 我们的下个月会被做南瓜季 那山芋季就是把我们的 塑星里这边山芋的特产 我们把它化成在食物里面的一个食材 我们感谢圣岳翰大学的协助 还有包括我们副委修区 我们的理事长 李理事长的推动 让这个地方的测产能够来加强这个行销 这一次活动由淡水区公所 护卫农业休闲区 以及圣岳翰科技大学一同来举办 而开场由学校的舞龙舞师带来精彩表演 此外圣岳翰科大也找来了点心专业厨师 来教参与的社区妈妈们 如何DIY制作山芋产品 雪梅娘实作体验 另外还有准备芋头米粉及芋头鸡午餐 还有小农市集相当丰富 一般芋头叫做槟榔辛芋 像大甲或是甲鲜的 是大科的 那这个山芋是种在甘地 然后大科那个是在湿地 那这个山芋应该它比较小 因为它是母芋的子芋 就是它母芋不好吃 我们就吃它子芋 那槟榔辛芋就是芋头的母芋 比较大 所以它们两个区别是这样 那吃起来这个是比较 如果是山芋的话 吃起来比较黏 比较黏 那如果是大甲芋头 就是比较桑 这种山芋头的体验 最简单就是加蒜 蒜蓉加酱油 然后沾着吃 这是最快速的 学校观光系主任表示 一般常见的芋头都是比较大颗 而山芋体积则是小了一半以上 特色就是结构比较粘稠 最简单的料理方式就是直接蒸熟 搭配蒜蓉酱就相当美味 也可以做成点心料理 香气十足 而区长表示 户伪休闲农业区 包括了平顶树心 干蒸中疗 还有水园里 区内农产品丰富 包括了南瓜 山芋头等等 希望借由活动的推广 不只是主打山芋 还有社区内许多的有机蔬菜 都等着让民众体验台北后花园的田园美味 记者许多安逸 那一切采访不到 这一切采访不到 来到我做的 来到我做的 这一切采访不到